其實它的重量也會相應的增加 如果重量不增加的話 那就代表它的強度或者是硬度會有所減弱 所以你的輪軌有可能會變形 那比如說你問的是比奧戰 用19吋的話它是1.1都沒有 它肯定是跑不了的 那麼一般我們最大可能會用到18吋 像Nana的車就是用18吋 因為從視覺效果上來說會更好看 而且它很大的煞車 但是18吋其實它更多是因為這種大馬力的比奧戰 因為你才需要有這麼寬的拆寬和這麼大的煞車 那如果是原廠不標的 其實17吋就是很好的一個從舒適性 從抓地力從性價比輪胎的選擇上面就是很好的選擇 小騰問室內場地跑卡丁車過吊頭彎是走線快還是飄移快呢 這個問題我們找來了一位大家久違的嘉賓 就是小黃鴨來給我們講解一下 到底這個低速的這種四充的卡丁車應該怎麼跑會更快呢 過吊頭彎是飄移快是走線快 慢的答案之旅的那就必須是走線 那飄移為什麼會慢呢 因為飄移在過彎的時候 你會感覺你入彎的速度是停